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嗎? 今晚我們帶Taddy和Coffee去葵芳新都會廣場 新開的Pet Park寵物公園 舉行的日期由即日開始去到9月22日 地址在L3至L4 活動非常精彩 可以參考新都會廣場的網站 Facebook 或Instagram 其中一個就是寵物泡泡狂歡派對 時間只去到晚上7時 所以我們今晚就去不了 好 如果想去的朋友 可以提回葵芳新都會的活動手則 它是需要用The Point的積分 或是當日的消費去換領入場券 葵芳新都會廣場的停車 長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收費24元一個小時 現在葵芳新都會 除了之前那間Shakeshark之外 還有好幾間餐廳 室外位都可以給狗仔去的 但我們今天就去一間 之前在Yoho mall也介紹過的 寵物友善餐廳 就是可以坐室內有冷氣的地方 就是這間Q字的餐廳 大小狗的話 主要是坐在近門口這幾張桌子 然後大家說的是坐在外面 然後大家要來吃 它是坐的 就是坐在這裡 你看不久 這台的動作 但我沒有期望 我沒有期望 Naval 寶寶 哈哈哈哈 如何是日和花 如果是日和花 這裏仍是一些宅餐 早上來也有很多東西玩,消費滿150元,還可以換狗仔食,不過都是7點鐘就遠了 所以可以選擇的話,最後也是下午來 昨天太晚了,只去了L3、L4的寵愛夏日,是一個短期活動 其實今次的新寵物公園是位於L5,是一個常設不會拆的寵物公園 下次要帶Taddy Coffee來玩 夜晚沒什麼人 寵物公園8月17日才正式開幕,開放時間就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這裡也有垃圾桶,還有一個洗手的地方 寵物公園介紹完畢,我們下集見,拜拜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了,麻煩你,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 拜拜 拜拜